中方一多次就日本政府强推辅导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表明严正立场 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的反对呼声 不顾国际社会对排海计划的正当性、合法性、安全性的质疑 漠视排海计划损害全球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的风险 执意推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是极端自私和不负责任的 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日本政府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是严重的失信之举 2015年日本政府在给福岛县渔业联合会的书面文件当中郑重承诺 没有得到利益由官方的理解前 不会对核污染水采取任何处置措施 时至今日 包括福岛县渔业组织在内的大量日本民众 依然强烈反对排海决定 日本共同社20日的最新民调显示 88.1%的受访者担心排海计划损害日本形象和潜在经济利益 81.9%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政府的解释不充分 日本政府却轻描淡写地表示 排海是长期的事情 要从长期的角度来应对渔民的忧虑 日本政府这种背弃沉默出尔反尔的做法 失信于国内民众 也失信于国际社会 核污染水一旦排放入海 就会覆水难收 中方敦促日本政府 正视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正当合理关切 不要做出错误决定 停止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他们这边继续又吧 感谢 无计谈 此复 遇见 看